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我是《啸爆香港》的节目主持 善重佳 九围 有数个月的时间没有做这个节目 现在时间有空 就可以跟大家再见面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 是来自法律界 他本身是做大律师的 陈显忠 他也是法团的业委会主席 另一位是周伟东先生 曾经做过区员 也是长期做地区事务 今天找这两位嘉宾来 其实有原因 大家都知道 现在成终的热话是什么 就是潜见 我简略分为两部分 两类 一类就是个人的潜见 其实所有潜见都基本上是个人的 但是有些可能是法团 需要一些负责任的地方 好了 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去讲这个问题 一就是从法律的角度 第二就是从保险的角度 首先我问一问陈大律师兄 我问你 其实潜见是一个术语 法律上 什么叫潜见 其实潜见 为什么 屋宇处现在说的 執法机构 他有什么权力 可以去告别人 或者所谓釘啟等等 可不可以解释给大家听 好 我先从屋宇处本身 对于所谓叫做违建工程 他的定义 他就是这样说的 任何建筑工程 如建造修缺 拆卸改动 及怀务等工程 均需先取得预处的批准及同意 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程序方可展开 否则该项工程会被视作违离建筑工程 简称违建工程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呢 是有这个例外的 正如今天报纸也有说 有某位高官的家企 就是那个骑楼装了一些玻璃 是吧 那个情况呢 就根据他自己说 这个就是属于那个所谓 就是豁免工程 那么贵卸工程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说 如果在屋宇里面 做的建筑工程 如果不涉及这个结构的话 这个就是属于豁免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此呢 就讲开这个外场那里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 家里面应该不包括外场 是吧 是吧 你在这个骑楼外边那里 弄了一些玻璃 那些玻璃 我不觉得那个应该是属于外场的 就是从法律角度 就是你屋企里面 就是简单一点 就是我不只是用一个雷文 或者一个非法律的专家去看 就是在外面 看不到那些 就是屋里面那些 应该是室内 那些不影响结构那些 就是所谓叫豁免工程 是没有什么意思 是 那我又再深入点问一问 其实呢 就是 如果有一些异性的构固 有一些所谓叫做 潜见的物体 如果是跌了下街 或者是 因为可能日久失收 而导致到跌落地下等等 导致伤亡的时候 他的责任是一般来说 是否业主要负责呢 是的 这个问题 香港几清晰的 就是那个业主 或者那个单位的占用人 这个占用人意思 包括租客 包括建筑工程的承办商 是有责任的 那 大家都可能知道 这是刑事责任 还是民事责任 主要是 有刑事责任 其实 刑事责任 就是在于 如果屋宇处 發出了命令之后 如果不去执行 那就会有刑事责任 但如果屋宇处 没有所谓钉契 没有所谓叫你劝语 或者警告你拆除 在那个情况之下 是否有所谓的 被人控告的机会 就小一点 或者屋宇处 会控告你有刑事责任 那机会就小一点 这么说 屋宇处的 执行这样的法例 它会有一个程序 是 那个程序 就是循序漸进 先从发出了命令之后 才开始这个程序 就继续做下去 就是刑事方面 但是呢 很多情况之下 这些围例建筑物 如果它有危险 而令到公众受到損害的话 公众就可以透过民事程序去追讨 民事一定会有 但我首先 我自己小时候都住公公屋村 没有地方浪沙 以前不知为什么 每个人都在家 本来是古屋村 有三支香 三支香 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 但是于是整个的 叫做浪三架 那一群浪三粥 出去就勾 那时候 坦白说 它十个 我自己 那时候很小 我相信我自己都没有 试过 去这些改装工程 去御处申请 没有的 好了 那时候我没有收到信 就是欧宇宇宙没有警告我们 叫我们拆掉它 房屋村也没有 那样 一刻不过去 真的日久失去 跌了到街 那我们有没有刑事材行 刑事材行 或者被人的告 男人跌了到街 那么那个人 那个苦主 就索偿 那样算 那是否那个机会 就是 当然可能会有机会 被人告入 那样 但是刑事材行 潜在危险 风险高不高 首先 就是 如果你说是房屋处的单位 不要说房屋处 例如私人楼宇 这样才算 是 就是 就是 房屋处是一个 比较 大家容易明白 但是我想 可能很多那些 什么 很多那些 屋 就是私人楼宇 里面 有些单楼大厦 或者一些旧式的 可能他都没有一个 所谓的冷气机位 没有一个所谓的 即是石屎 或者自己外面 怎样是假 铝架 我怀疑很多这些 都没有一个 所谓的 小小的工程 没有经过 欧月署的批准 简单来说 这个是 我看不到 他有刑事责任 但是民事责任一定没有 刑事责任一定有 好的 我亦都借这个机会 问一下周先生 周慧东 你是保险界人士 就是持牌人士 这样的 很多时候 家里面 有些人都会买一些保险 家居保险 其实这些家居保险 一般是包什么 不包什么 或者我刚才所谓的 就是 遗例建筑那些 一般包不包 保险 基本上 違法的东西 就一定不包 所以潜建基本上 不包 详细一会 可以去到那里再说 你刚才说家居保险的主要范围 保障范围 第一个是我们家里的财物 很直接 很多人买保险 为了家里的家具 电器 值钱的东西 珠宝 首饰 包括装修 你负钱的 你有单据 都可以索偿 将来有些天灾人 等等 第二方面 都是很重要 跟你讲的题目有关 就是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现在很多时家居保险 保险公司为了做多些生意 以及香港这段 很多年的发展 已经有这个需要 就是所谓 刚才你说 万一有些东西 真的跌进去 弄成人 那你家居主要负责 或者你家居主要负责 因此在家居保险 就逐转加了第三者的保险 以前很强调 就是你的财产 现在就强调 反而很多人买家居保险 就很强调第三者的责任 因为他怕万一有什么事 以前天气大下 也试过 万一你工人 你的菲傭 做些东西 好像我们一些产品 一般都去到 第三者的责任 都去到500万 一年 都能够遮到大多数的情况 就是这个 第三者责任 是的 但如果你说一般不包 刚才我的例子 是冷气机 冷气机 就是没有经过申请 但是真的是大方 跌到街上 弄傷人 或者拆车人 例如拆车人 不拆车人 那车主 就走来索償 是的 那是否保险 是不会保险到 或者包不到呢 其实我 如果照你刚才的例子 我的个人判断 当然 应该有个多数 为什么呢 因为 第三者责任 就是说 你作为户主 或者你作为住客 即使是疏忽 到第三者 生命也好 财产也好 損失 那责任 如果最后到你身上 你买了这个 家具保险 保险那些是 但是那些是障害的 那些是障害的 那些是障害的 所以这个 当然有律师在 其实那些是障害的 障害的 这个真的要法律去界定 但你刚才举个例子 譬如说 一支浪山架 或者浪山竹 或者一个正常的 安装冷气机架 或者冷气机 这个在大家 现在很多 一般人的概念 都不当是 属于那些 所谓的 真正前见 很多人的概念 就是装旧东西 或者船梦加旧东西 那些情况 譬如你冷气都掉下去 很明显 我觉得保险工应该赔 这个你 家家估计 但是如果 你知道有 冷气机 可能很普通 但是现在有很多 就是 冷气机上面 或者很多大厦 整个善逢 善逢那些就是 没有经申请的 这个我都遇到 我们做一些 客户做生意 都遇到这些例子 譬如有一些旧楼 他买过家企保险 他特别 因为他旧楼 你知道 他后来 有某个例子 我们不讲哪个 但是他连路台 都是潜见的 整个路台都没有 他做下去 不知道谁连了 他做下去 但是他买了家企保险 当然他们都会受他买 虽然他能扭令 裹备的 裹备可能会贵 受之余 但是保险公司 就说明 你的潜见的部分 就是刚才说的 例子的善逢是 不包的 就是说万一 你的善逢 倒入了 保险公司 不包 但你作为护主 作为业组 作为占用人 你要有责任 因為那件事是你的 你保養得不好 或者你用得不好令他產生這些意外 當然你要責任 首先其實保養公司角色只是替代買保險的人 其實他的責任都在 只不過他買了保險 他就可以把責任Pass給保養公司 但在剛才淺見的例子 因為保單要說明我們不保你的錢 不保你這部份 所以那部份有事就不保 當然其他部份是正常的 這樣便會保 為何要講這個問題 因為大部份人的心理或客觀因素 為何有簽建 一可能是地方不夠 或是希望做多一塊東西 地方比較好 或是實際上有個客觀的需要 例如是天台很曬 或是天台加槍 防風機 因為他們喜歡的需求 但那另外有個風險 我剛才兩位也講過 就是所謂禁建物的時候 可能會導致法律的責任 而為何到法律責任的時候 可以透過買保險 而將那部份的第三者保險 如果是不賠的時候 最終都要承受後果 我想問一下陳先生,其實在你的接觸裏面一般,這個是剛才講過人 接下來我想接觸一下,今年政府,因為你本身是法團的主席 今年政府在1月1日開始了一個新的措施,要求所有的法團都是為公眾的地方買保險 我先理解一下,而保險不是包含每個住戶自己的部份,是包含一些公共地方 或者用一些術語叫做不可分割的業權部份 或者陳先生可解釋一下那個責任給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公眾責任保險其實呢,講保險方面可能更加清楚也不出奇 但可以講講這個第三者的公眾責任保險,就據我的理解,就是不包潛建物的 亦都不包含個人家裏面所發生影響第三者的那部份責任 因此就有問題,最近發生了這麽多關於潛建的問題,如果萬一由於有公眾地方的物件 造成了危險,令到公眾受損害的時候,香港的法律就是要負責 好,稍後再講一下法律要做什麼,或者周委東來前進一下,其實1月1號生效那裏 對所有的法團,其實香港有很多法團都有一定的影響 有些樓沒有法團,我不知道沒有法團怎麼買,不過有法團那些要買些什麼保險呢 其實那些保險包含什麼不包含什麼呢 簡單來說說,當然有樓的律書補充,政府的建築物條是344 關於保險那部份貼春了好幾年,因為歷史故事很多年前就好像看香港仔有一個意外 天天下的外牆,外牆的電工跌下來,弄了7月 後來被人控告排排千多萬,差不多整個法團要破產 管理公司又破產,總之所有法團都破產 然後就上身,每一戶釘戒給丁戒,賠二、三十萬元 其實他那個三四四章後來,我看他政府的所謂文件就說,有個二十八條 中間有個二十八條就說有關保險的,其實就是說法團 他的字眼就說法團必須,必須一定要買的,要就那個大廈的公共地方 和你法團的財產,第一是公共地方,第二是法團擁有的東西財產 譬如你的寫字樓,或者你用的那些工具等等,那你就要買第三支保險 其實政府這個法例是諮詢了很長的時間,最後就是今年1月1日就殺客 我們做這個業界做保險,在去年年尾就開始很多法團和我們買了 當然很多問題有一些,舊樓,特別舊樓很難買的,不是他不想買 要是保險公司不售他買,因為太豐富,買不到 好,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即使售那些可能很貴,貴到人家 你知道那些舊樓,一整座樓可能只有十幾個單位 你收人家成萬元,或者不止一萬元,那你叫人家 那個財政壓力很大,這些都是面對的問題,不過後來我所知 好像民政處就比較積極介入,又找保險的工會 後來也能夠解決到某些部分,大部分都買到的,應該就 講一下他這個法例,他重點是什麼呢?就是他現在過了這個 和他初初之中那是少許不同的,現在過了的重點是什麼呢? 是針對你導致的人生的死亡和受傷 而我們一般講的第三保,其實就除了人生意外 比較重點是財產的,現在他沒有說財產不用,但他必須要 你有一個保額約一千萬,即是說每個中事故,賠給受傷的人 或者有死亡的人,或者同時有受傷又有死亡的人 那個賠償不可以少於一千萬港幣,這就是政府法律的要求 即是保額,即是所謂的保額就是你要承認 最少要賠一千萬港幣,但問題就是假設你有個判案 例如賠二千萬港幣,那你最高賠款是一千萬港幣 可能也要再… 看你買多少保險,如果你只是買一千萬港幣 我保險館給你一千萬港幣,那法庭判你給兩千萬港幣 你自己就合一千萬港幣 所以那個法例就說要求你的法團最少賠一千萬港幣 但你可以買兩千萬港幣,也可以買三千萬,五千萬港幣 沒有規定上限,有規定下限 陳大律師,你剛才提及過這個法例裏面也有些 不知是否應該叫漏洞,即是不包括這個簽建 其實立法會討論這個法例時也考慮過 是否應該是特別是考慮過不包括這個簽建物體 我理解就是當時討論這個法例時 曾經都研究過,如果包簽建物的時候,影響是甚麼呢 很明顯如果保險公司要包多一件事,保費當然會增加 增加保費的時候,即是投保人需要多些錢 當然會有個問題,如果簽建物多的大廈,當然就被那些簽建物少去津貼 所以其實很明顯,現在所有的簽建物,無論是個人的或是法團的 都是不包的,在法律上,而是那個責任應該就是 如果是個人的就個人,如果那些是所謂的那些叫做 公共的地方那些,就會是法團的,是否陳大律師 是的,我覺得這個情況不理想,由於我們越來越多 見到很多簽建物的出現,包括無論各方面的人 從政府高官到立法會等等,區議員等等 都很多這些情況出現,如果不包,那個變了一個風險 就會落回去法團本身 為何會落回去法團呢?譬如有個住戶在法團裏面 他有簽建物,那都是他自己負責,即不是法團負責 是的,牽涉到究竟這個簽建物,是否在公眾地方上 譬如舉個例,他有個禅棚,很明顯是一個外牆上面 外牆一般來說都是公眾地方 變成了那個禅棚在公眾地方上,變成如果出了事的時候 就要有這個保險去賠,但如果保險不包這個簽建物的時候 那責任便去了法團那裏 所以變成其實責任問題都幾複雜 因為怎樣說呢?我在我的外牆裡面 在我的部分的內牆裡面,就是做一個簽建物 包括這個所謂的潛伏 而很多大廈的外牆,都是屬於公眾地方 於是責任就有機會落在這個法團上面 不過這裏當然,今天還未做一個很嚴肅的法律的研究 但可能案例不多,究竟到時候應該要那個業主負責 還是那個法團負責 不過在問回保險上面,其實如果在剛才那些個案裡面 法團和個人呢,是否都走不掉呢? 那究竟應該是最最後來說 他們兩個誰會被人告? 即是如果告起來有沒有辦法賠? 兩個都沒有 其實剛才說,你剛才說 當年很多年前那個香港仔的例子 其實就是住戶最後都是上身的 如果管理公司又不見了 即是法律上去找不到他 或者那個法團都不在了 破產,諸如此類 最後你作為住戶都會上身的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說兩者 住戶就無論如何都走不掉 因為你在這裏有一個物業 但是法團或者管理公司 或者那個大業主相對好些 他清盤怎樣都好 他就沒有了他的責任 但沒有了責任,受害人都會一路告下去 即是不會所謂叫上身 因為譬如有間公司也好 法團也是一間公司 但法團也是一個機構 即是所有的責任都是由 最後由業主承擔的 是嗎? 是的 你說誰要承擔責任 其實如果我們看保險 如果處戶就買家居保險 保護他的物業範圍 另外就是法團買公共地方 理論上大家都買 就應該很好 即是無論是私人地方 無論是公共地方都保護 現在連保險公司 即一些買給私人 買給家居保險 現在因為剛才說的例子 他都覆蓋公共地方的責任 即是說如果香港的例子 現在再發生 最後他買了那個家居保險 如果是公共地方的責任 最後公共地方的法團也好 什麼大主也好 或者管理公司 承擔不到責任 或者是不夠賠 最後都要攤分到每一戶 攤到你那一戶 而你買了這個家居保險 因為那個雖然是公共的 但是本公司的代理部 在那一年500萬的限制 雖然不是你直接來的私人地方責任 這是保險的一路延伸 現在是不是很多的家居保險 一般都有這個條款 簡單來說 如果有些公眾地方 是真的有一個公眾地方 就出現一些簽建物 而簽建物傷害人 接著有圖人或者有受傷害者 就去告法團 而法團賠就很大 要再加錢的時候 你如果買了這個 所謂加杯保險裏面 包含第三者保險 都會包賣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應該大部分 很多產品都會有 至少我們公司都有 因為這個都是最近幾年才加進去 就因應剛才說的那些判例 因為體制有這樣的需要 他又不會加多少補費 因為那個責任始終發生機會很低 但是他加進去 變成他容易賣的產品 就是從住戶來說 就覺得好 我是業主 我買一買我什麼都不用怕 公共地方有事可以幫我 私人地方可以幫我什麼 那如果法團 有沒有得買這類的保險 可以減低了呢 就是法團一 如果不是簽建物 如果簽建物也是不包 不過就這樣 可以講一個案例給大家聽 就是2007年的時候 有一個判過一個案例 就是通塞街國榮大樓 掉了一塊豬 下來地下 就打傷人 那單案例 這個是一個分水嶺來的 在香港的法律來講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法團是需要負責這一類 在公眾地方外場 掉了一些東西下來 對公眾受損害 就法團要負責 這是很清晰的 好 或者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待會再由這個狀態開始 看看法團也好 個別住戶法律責任 和一些所謂保險上的問題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八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再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射爆香港》的第二部份的直播 上一節我們在說 所謂潛建的法律責任 和保險上有什麼保不保 陳大律師剛剛提到 就是在所謂通財街 通財街有個案例分水 那個案例出了之後 和未出之後 對法團的法律責任 特別在潛建物上 或者公共地方引致的法律責任 有什麼重大轉變 轉變在於法團的責任 自從那個案例之後 很清晰地法團有責任 而責任的根源不是來自這個疏忽 而是來自公共的滋擾 公共資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的法團已經知道 或者應該知道 那一個潛建物也好 什麼都好 在你的公眾地方上面 而是有構成危險 如果它這個構成危險 真是去傷了人 而你在之前是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去將這個危險把它改整 那你就有負上法律責任 有些事情我也在問 例如在某個住戶 在法團裏面 不要說法團 在一個大廈裏面 他就有些外場的潛建物的時候 屋宇署又釘了他的契 好像孫公那些 釘了契 那就是 法團又可以做的事不多 即是你都是住戶 那如果真的那個 簽建引致任何的一些意外的時候 那法團會不會蒙受這個影響呢 簡單來說 就是剛才那個案例清晰說了 是有責任要付的 即是縱使的那個簽建是由某個住戶引起的 是嗎 如果他在公眾地方 即使很多簽建真的霸佔公眾地方 我相信 如果不是簽建 即是在自己裏面 用的地方 不一定是 都是簽建 但是就 我相信不少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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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團都可能會上身 是 是 因此 即是 即是法團 我奉勸 就是法團 應該 如果有這些情況出現 都應該要去仔細些 研究一下 可以做些甚麼 但其實他可以做的事 是不是很少呢 即是除了買保險之外 買保險 不會保佈他 那個潛建地方 所以他做的事 可以這樣的 即是屋宇署會幫忙 是 如果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奉勸法團的 管委會委員也好 主席也好 是應該找屋宇署商量一下 那屋宇署可以做甚麼幫助他 就是 譬如舉例 如果這個是一個簽建物 而是有危險的 屋宇署可以出命令 出命令要那個 護主拆掉它 做一些改善的行為 如果有了這些 預署的命令之後 如果那個護主不做事 那法團 有沒有變贈 沒有 都沒有變贈 如果法團知道 剛才我講的那個案例 很清晰 如果你法團知道 或者你應該知道 應該知道 意思就是說 你譬如舉個例 如果在外場上面 有一個簽譜 那個簽譜 吊吊吊在那裏 很可能會跌到街上 你明顯知道 你不做事 跌到街上 那你就會負責任 那樣子呢 你可以怎樣做 找屋宇署 出個命令要那個護主拆 護主不拆怎樣 你就要去法庭拿命令 拆它 要法庭拿命令 拆它 或者你可以行使公契的權力 因為公契一般來說 除非真是很舊的樓 未必有 一般公契的權力 就是你可以 停水停電 入屋 入屋 拆掉它 然後claim回它的錢 都可以 幫它做 跟據公契的權力 收它的錢 當然另外一些辦法 譬如說 你可以去法庭拿禁制令 禁制令的意思是 由法庭命令業主要拆掉它 如果不拆掉的話 當然有一系列的問題 譬如說 它藐視法庭等等的問題 但這裏也顯示有個問題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簽建物 實際上 我猜拳處 亦都不是完全沒有做事 他做事 以前亦都所謂分先後患急 一些有即時危險的 他們都好像 剛才陳大律師那樣說 首先 如果即時危險 通常出命令 叫他們改變 但是 如果解釋一些 沒有即時危險的 像曾蔭權那些 玻璃那樣 那類的 玻璃本來沒有事 但玻璃真的會有機會鬆脫 表現上沒有即時危險 但真的後來跌下來 或者打風下雨 一聲索出來 那法律責任 或者保險如何 基本上如果是僭建 像這些承動玻璃 或者承動玻璃 或者承動玻璃那些 那些什麼 這些明顯的 保險公司差不多 不會賠的了 一定都不會 因為我跟公司的人談過 他們都說 其實一個大前提 保險不會鼓勵你犯法 不會賠這些 因為你如果僭建可以賠 那就可以可大可小 你可以僭建很多 因為保險基本上 原理就是 我要先評估到你這個風險 我才買 才受你買 然後跟你算合理的保險 你又負擔到 在我來說也有得做 跟你承擔的風險 淺見就是 剛才說 你可以很大 你可以很少 它很難評估的風險 除非你已經給它 看到一個例子 這樣也好 但是 保險公司 作為一個正正式做生意 它不會撐 移除非法 因為淺見就已經是非法 它陪給你 這是什麼意思 你覺得 其實是不太通 所以基本上 其實從來 沒有政府這些新的例子之前 或者建築物條例 其實已經是淺見 是不會包的 以前也有第三者責任保險 都有這些 不過以前不是強制法團買 現在是政府強制 其實一向都不包錢 因為這就是 等於一些人打結 造成一些損失 你去打結 當然不保你 張任務補充 簡單來說 剛才我提到的一點 是說法團是有責任的 所以是需要做事 法團是做事 不要說 這個僭建物 這個危險物品 是那個業主本身的 不關法團的事 如果那個危險品 是在公眾地方 包括外牆上面 法團也要做事 前兩年在這個土瓜灣 或者是香港仔 不少那些舊樓 那些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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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倒了 這樣 騎樓本身 就不會倒了 但是騎樓 很多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要簽建 你就去九龍城很多樓 都好 他又會怎樣 就整兩個勾 然後勾一些賣的東西下去 這樣 整一下就重一點 整一下就重一點 或者樓上那裏 就是二樓那裏 讓東西在上面種花 變成那個騎樓 就是那個負重 越來越重 那麼 這一類那些這樣的 我想 當中 怎樣都找到一些潛建 在那裏 突一些東西上去 其實那些責任 法團有沒有 其實都是其中一性質 就是用你剛才的禮資來講 是否那個法團應該就是 但是法團 有沒有知道 有沒有方法知道 什麼的建築物 是有被人出過警告的呢 沒有 知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 公義處會不會通知 如果警告 就是會所謂釘契 是 即是在土地註冊處 查到的 是 但是法團本身 你無緣無故去查 你的住戶裏 有沒有被人釘契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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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張席 基本上 如果你拿了的話 這個可以拿到的 這個是公共資料 拿了之後 就可以根據張席來看 看看當時批職 和現在的樓宇外觀 可以比較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在 單位裏面 那些 就是 維麗的建築物 這個就難 由法團去知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的看法 未必會違反 這個已知 或者你應該知道 這樣的準則 即是說 在單位裏面 在單位裏面 你都無從去知道 它有這樣的 簽結物存在 是 因為那些所謂的 叫劏房 最近有些叫劏房 是 劏房那些 可能一間大廈裏面 就可能令到 可能舊式的那些 唐樓 他有一間 就整他 建多幾棟場 就整到 分租 分租出去 那這些 如果他 入職 就沒有問題 土瓜是否想 樓是類似的劏房那些 那是否 保險 或者是法團 有什麼責任 或者他應該 做什麼呢 他如果改裏面 那個結構 基本上 他譬如買了 那個 家具保險 那單位 基本上 但如果他有那些 所謂的通訪 身外這些 淺見 反而我沒有特別聽公司說 這些 這些 其實 譬如去到索償 家具保險 我們說 那個業主責任 就是你買了責任 你轉介給本公司 那我就特別 找過 就是一些 不保條款 我們的不保條款 他就很簡單 寫了 Any illegal structure construction 或 outbuilding no matter belonging to the insured or not 無論是否你的 但只要是 illegal structure 即非法建築 或者 outbuilding 這個 我問他 公司的同事 他們說 其實這不是本公司 界定是否 illegal 你當然有關部門 或者法庭 即是 公義處 家庭 他說你非法 那我們就不賠 很簡單 到時他就不賠 因為你索償的時候 有個程序 你要報了資料 填表格等等 在保險公司的角度 很簡單 這個大原則已經 拿著 所以 你不是牽涉這些 illegal的 基本上 都受保的 但那些 受了都不補 因為他買了保險 發覺原來有這個 所謂 我們補他其他正常的部分 但問題是 他有那些東西 最后真的 去到那些東西很複雜 他分分之要打官司 分分之要 要請律師 請專家 還要請很多專業人士 去界定 那樣東西是否宜這個 還是不宜這個 即是 會令他賠償很多 真的好大 即是 好像那些 潛見善逢那些 就差不多 是不會賠的 因為剛才 陳大律師說到 這個當然是比較複雜的問題 事實上要討論 陳大律師所說的 這叫豁免工程 這些豁免工程 我相信 當然是講一些 家裏面的裝修 你可能日久 隨季換了 這些工程 或者門爛了 舊了 要換一下 不影響結構 不影響結構 這些工程不講 但是 我相信 譬如你在家裏 本來兩棵牆 有些舊樓 可能是堂樓 以前堂樓 沒有房 將它斬了很多間劏房 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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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引致法律債務 當然 這類的劏房 應該要先入職 是否可以用 如果從法團的角度去看 公契應該可以用 如果不是太舊的公契 一般來說 如果在房間裏面 要拆牆 是要申請的 一般 這類的情況下 法團可以用公契 來處理劏房的問題 怎樣處理 即是禁止它 對 因為如果劏房 就要拆掉牆 再間隔 在這個情況 已經違反了公契 因為沒有提出申請 申請就不批 怎麼會被劏房 去做套房 影響結構 當然不可以 那是危害人家的安全 如果你拆了主力牆 當然不可以 我假設就沒有了主力牆 拆了那些非結構性的牆 這些都如果新的公契 已經有寫了 法團就利用公契 賦予你的權力 就可以去辱權 你可以執法 即是如果有牆 無論你是拆或裝 那牆是屬於法團 還是屬於公共地方 所以法團可以入 可以禁止它做 而是公契裏面 很多時候會有一個條款 就說如果在屋裏面做任何改動 包括拆牆 是需要得到管理公司 或是法團的同意 不是得到屋住住 不是 是法團 第一關是法團 就是負負責大廈的第一關 就是第一關 力場就不用談 力場就不用談 不能談 如果有牆仔 是要自己改裝 但很多時候有些人 很多時候住戶就沒有做這個步驟 可能不了解 也有公契有這個要求 他覺得不影響大廈安全 就自己搞定 但你也不知道 我知道 有些單位有些住戶 現在就家裡小 買隔壁那個 買上面那個 或下面那個 也有些 有些打通他 有些專業人士 有些聘衆專業人士 就入政職做 入政職做 是否都要經法團批准 要不需要 如果公契裏面有寫都要 要不然就違反公契 雖然你得到屋宇署的批准 但有些屋院裏面是沒有法團的 那怎麼辦 管理公司 代行職務 就是管理公司代行職務 如果管理公司同意 批准了 屋宇署批准了 就可以進行改裝 改裝了之後 好了 合法 那就合法了 保險就包了 是吧 即是如果你批准了之後 沒錯 所以其實 其實 如果要一了八了 那些改裝工程 其實應該好些 是否應該就是 拿正手術 拿正手術 買保險 大家不會突然睡覺 就被人告五百萬 或一千萬 不過說開 如果這兩天的報紙 那些那麼高級的公務人員 都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懷疑你叫小業主 去做這些事情 會不會要求多了些 真的會疏忽的 有時真的 他都不知道那件事 是不是要申請 但是如果 現在法律責任和保險責任 其實已經都說了很久 但是如果你說回這個 現在這個情況 就不要算鄉村屋 我鄉村屋差不多 我不要說奸奸 我想很多都會有 某種形式的 但是我想在這個市區裡面 不算房屋住 那些私人樓裡面 我想 尤其是舊式的那些 真的我想是很多 很多的 因為他初初你的舊樓 很多時候 譬如煽鳳也好 露台也好 有些是不完善 住戶買了 他想 譬如說露台經常有風雨 就擋一擋 很合理的 其實是他的屋角範圍 做一些 例如加一些玻璃 加一些槍 這些類的 會有很多 因為他為了他的 曾蔭權那裏都是加玻璃 他有個露台 加一個玻璃 我相信等風下雨 就不要這樣 或者狗仔隊 其實很多處都是這樣 但是 除非他得到 那宇宙的批准 否則 那塊玻璃 引致任何的 發財任 或者 都不包 法團也可能 因為這樣而被受牽連 陳大律師 通常應該是告 但如果很多 我用另一個角度 如果有個虎主 有個虎主 他被這些 禁見物打傷 有個律師 就找你幫民告 一般來說 反過來的角色 就是 你一告就會告 那個業主 加上法團一起告 如果他是公眾地方 當然會加上法團告 如果他不是公眾地方 是外場那些嗎 外場一定會加上法團告 現在 所有的部分 他都會告 有時候 來賣公司都告 但例如那些騎樓 很明顯是自己的 例如有客人找到你了 你會否建議 告買法團 這個情況 可以再相關一下 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在露台上加窗 也好 玻璃也好 其實他已經將他變成了一個外場的部分 譬如舉例 有兩位高官 他在他的騎樓上面加了玻璃 即是已經將這個玻璃變成了一個樓宇外場的部分 樓宇外場屬於公眾 會否將他變成一個公眾的部分 因此 如果是我這個理解正確的話 這樣便變成 那個不是家裡的一個建築工程 所以變成不是一個實驗工作 所以 某位高官說 他在露台上弄了這個玻璃窗 是家裡的工程 而是實驗工作 我覺得未必對 做法律的角度 有得打的 是嗎 有得談一下 有得打 我未有一個結論 未有結論 可能是這樣看也不頂 即使今天奧義處處長所提及的提述 他就說 剛才我例子 我猜是指奧義處處長 是嗎 即是可能 可能 即是他本身這個法律的責任 是免除不了 如果真是 當然 因為我想他是奧義處長 奧義處 似乎 是奧義處 似乎 他自己本身 是一個專業人 我相信他是專業人士 奧義處下面 就連孫明陽 特首 每個人都已經檢查過 唯獨是他沒有去檢查自己 直屬老闆 我想最後幾分鐘 給大家兩位 可不可以 有個簡短的總結 就是 你給一些意見給法團 和個人 究竟在買保險的時候 要注意些什麼 好嗎 好 其實如果是一般住戶 我都鼓勵大家買家具保險 因為補法很便宜 大約現在 建築面積是一元左右 一年 很便宜 500 可能是500萬一年 大約 但他不單是補你家裡的財物 幾十萬 甚至補了500萬公共財物 不止你自己的住戶 或者你的工人 令到別人的損失 甚至連你的法團 你的看家 你的公共地方造成 他都包賣 所以就很超值 這個首先要買 至於法團來說更加不用說 因為現在政府已經強迫 所有的法團去買 當然 其實我都以往做過這些法團的例子 其實你要買保險的時候 保險公司第一項 就要你 法團要申報你的大廈 有所有你知道的潛建 都必須要報的 但你報了 只是影響保險公司 批不批賣給你 而不影響說你報了 我就保你 說明就一定不保 潛建 但他都要知道 因為真的會影響到 包括大學外觀 或者結構安全 他評估是否賣給你 在保險來說 現在已經很完善 整個賠償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其實作為主戶 作為法團就應該要賣 John 其實你是比較稀有 因為你本身是大律師 但你也是一個法團的主席 你雙重身份之下 其實你覺得一個法團 他面對潛建的時候 應該要做些什麼 現在好像看報紙 當然很有趣 今天這個那個那個 但其實法團面對什麼風險 還有應該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你可不可以雙重身份勸介一下觀眾 或者其他法團的成員 法團有責任要負的 如果那些危險的地方 是在公共地方上面的話 因此無論 舉個例子 在外場上面有一個善盆 無論這個是單位的住戶 的責任也好 我認為法團都應該自己小心點去跟進一下 那跟進的意思 其實我的意思就是指 可能要找一些專業人士幫幫忙 或者如果專業的管理公司 他們應該一定有他們的能力 因此法團應該督促管理公司 來去跟進這些在公眾地方的危險的建築物 此外我想再提一提 就是政府1月1日生效的第三支責任保險 當時我的理解就是 剛才提過 就說由於那個保費 如果包埋這個僭建物的話就會相當高 但現在我們社會上面 發現到原來那個情況 就是僭建物是很多很多的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真是從僭建物那裡引起的傷亡 而保險又不賠的時候 將責任完全由法團或者業主來負責 我覺得這個情況不理想 相信政府立法會在這一方面 可以考慮一下 看看會不會再研究一下 包不包上僭建物 作為第三者責任保險的一個必須條款 我覺得其實政府應該考慮 他自己整個基金去掌握這些僭建物 因為本公司角度 他們未必完全承擔這些事情 你政府承擔 始終發生機會又不是太高 政府可能花筆錢又多 當然這個立法會要政黨提出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首先再一次多謝保險業人士 周慧東先生 還有陳典忠 大律師也是法團的主席 多謝各位今天收聽 我們關於簽建成宗的熱華 下一個星期 我們請來另一些嘉賓 說說保護古物古籍 多謝各位收聽 和收聽 氣包香港